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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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囉 大家晚安 大家晚安 抱歉 有一點晚開播 哈囉 太空晚安 音證晚安 鴨鴨晚安 大家 現在在下班的路上嗎 還是在家了 吐司吐司晚安 哈囉 坤坤 九蛋晚安 鴨鴨晚安 爸爸晚安 居然記得是7點 當然記得啊 當然記得啊 只是 只是啊 剛剛 剛剛 剛剛有一點困 所以 我本來想說 7點開播 就是想說 就是 我可以6點的時候 去煮晚餐 然後 然後7點的時候 跟大家一起吃 可是 我剛剛不小心睡著了 所以我剛起床 所以 看今天在這裡 我們今天吃泡麵吧 YA 對不起 我 我本來想說 6點的時候 要發個文 然後 可是我 我 不小心睡著了 我沒有睡很久 睡一個小時 我快6點的時候 睡著了 然後就 就 就沒有發文 沒關係 直播結束再發著 然後 然後 然後就 就突然很 很困嘛 看看晚安 睡俗了 就很困啊 我也不知道 為什麼 我昨天去看了醫生 我不知道是不是那個藥 開始掛藥了 不知道是不是吃藥的關係 突然 就很困 不過不用擔心 你不是不是 不是 不是 不是感冒 不是感冒生病的 是其他的 是其他的 謝謝大力奶的一件清新 謝謝正人的啾啾你喔 這裡很 在這邊我們要趕快 煮東西 不然這裡沒有風扇很熱 藥也是可以搬過來啦 可是我覺得今天還可以忍耐一下 謝謝孝賢的帶你去瀏覽 不算是生病 不算是生病 但是要看醫生 這個有點 有點不知道怎麼解釋 謝謝 這個自懷的楓葉 算是 怎麼說 算是調身體嗎 算是調身體的那種 本來不是很想看 但是因為 脫蠻久了 所以昨天 昨天逼不得已才去看 這樣子 然後我 這禮拜要再去回診 然後 然後 然後要再吃個10天的藥 這樣子 對 不是感冒神病啦 算是 就是 女生 女生麻煩一點 喔這樣講好像很明顯 謝謝夏爾的事業草 對大家不用擔心 謝謝紅影的玫瑰 這有沒有像那種 平常都是媽媽在煮 煮菜 然後今天難得說 哇今天爸爸要來下廚煮菜 然後就 哇好期待喔 爸爸要煮什麼 然後 然後結果爸爸就 說來 煮泡麵 然後小孩就 因為是泡麵 爸爸每次都會煮泡麵 真的我爸爸就 我爸爸不是不會煮啦 但是真的 每次只要爸爸下廚就是 就是泡麵 不然就是什麼 燙秋葵 燙青菜 就是都是清燙類的 不知道 但是 我自己是蠻喜歡吃的清淡 所以也不太介意啦 不過現在也 蠻多 就是很多廚師都是 都是男生 所以相信大家 家裡應該也有一個 很會煮的爸爸吧 泡麵也可以煮出很多風味 對啊 泡麵只要一包粉包下去 整個風味就 就是一包粉包 我要決定這個風味是什麼 煎個荷包蛋 今天我們煮湯麵吧 因為來不及煎荷包蛋了 所以我們煮個湯麵吧 雖然有一點熱 等一下煮好我們過去 假的沙發那裡吃 哈囉 鐘喵晚安 大家還沒有吃完飯的話 我們可以一起吃 聰明如明啊 本來就很聰明啊 你看我的額頭 好熱喔 好熱 這個有瀏海真的是 很麻煩 可是 可是我今天 我今天 眉毛只有畫一邊 雖然我不能顯卡 這樣兩邊眉毛會不一樣 會不對稱 謝謝阿妮的啾啾喵 我現在去搬電風扇來 要嗎 我偷看一下 我偷看一下我的眉毛 只有畫一邊 怎麼樣 是不是沒有畫的這邊比較濃 沒有畫的這邊比較濃 沒有畫的這邊比較濃 我們要真的是很濃 這邊有懶 懶梅把它弄 比較淡一點 先去晚餐 不一起吃嗎 不一起吃嗎 大家在欣賞剛剛起床的廉價 欸 我沒有很膨吧 我沒有很膨吧 因為我是 我是 就是 就是早上 早上臉會比較膨 我睡午覺只有睡一下下 所以 應該沒有很膨 蛤 我今天吃飽了 沒有等我 好啦沒關係 我今天下午 五點的時候 也要點肚子餓 那時候就想說 啊應該 五點的時候開直播 什麼定期點肚子餓了 然後就吃了一點點心 謝謝土司集的 穿穿你 然後吃完之後 我就 就很困 就很想睡覺 然後我就 就睡覺了 看得出來剛剛蒸起來不久 真的嗎 我才 我真的 我真的睡一個小時而已欸 吃飽就想睡覺 對啊 被發現了 我 問有沒有很膨 看到那個貼紙就很好笑 我不是胖 我只是臉也對 今天記錯以為五點 好 你看看 你看看 Mina沒有記錯 就是你們記錯 最近的天氣很舒服 很適合睡覺 欸我昨天都沒有睡五覺欸 不知道 為什麼今天要開直播 就想睡覺了咧 阿拉達晚安 哈囉 健健 7點是個奇妙的時間 我想要在大家的飯點上開直播啊 想要跟大家一起吃飯 大家到底都幾點吃飯呢 大家到底都幾點吃飯 6點 一般上班族是6點下班吧 因為奶奶的話是6點下班啊 所以 她的吃飯時間大概是7點7點半左右 還有 她看5點就吃飯了 這麼幸福 6點就可以吃飯 Mina平常說5點吃晚餐嗎 欸要看欸 就是如果我今天 可能 11點的時候吃了個早午餐 那我今天就5點5點5點半左右吃晚餐 因為不想太 5點吃有一點早 因為晚上很容易餓 那如果我今天就是早起有 吃早餐午餐的話 晚餐可能就 6點半7點才吃 就是會看 上一餐是什麼時候吃的這樣 蛤 9點才吃 太晚了吧 喔 所以其實還蠻多的那5點才吃 喔 也有8點的 所以很困難欸 很難 就是大家的飯點都不一樣 今天特別在7點吃 真的嗎 真的嗎 一起吃 水果變少了 晚上肚子餓怎麼辦 我有買零食 大家有看到後面的 後面的箱子嗎 這個 零食 零食 這個也是網購買的小零食 是那個磨浴爽 磨浴爽 因為那個 最近就是 待在家的時候會有點嘴饞 然後就想說這個 蠻適合嘴饞的時候吃 然後又夠辣 他寫出來 他寫出來 這就是零食香啊 這麼明顯不怕被奶奶吃光 我怕死了 我怕死了 我一買回來 取貨回來 我都還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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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還在那邊整理東西 然後奶奶就 就拿好一個說 我可以吃嗎 然後我就覺得 奶奶真的很可怕 就是 他真的是零食掠奪者 他只要看到什麼 他就 一定要吃 而且我買很多種口味 然後他會吃了一種之後 然後就說 那我可以吃這個嗎 我可以吃這個嗎 就是他一定要每一種口味都吃到 可是 我那時候明明就才下午 說這個就是要晚上 嘴饞的時候吃 然後他下午就在那邊炒 要吃我就覺得很煩 對啊 零食怪獸 而且他自己都不買零食 一直吃我的 我就 我就有點不高興 我都還沒有吃 我都還沒有吃 你一直晚安 我要嘗好 沒有 我那天有罵過他了 我說你自己都不買零食 一直要吃我的日 所以他應該不敢暖 是應該的 可是他一直跟我閃他的時候 我還是會給他 討厭 他每次都這一張 蛤 我可是我很想吃這個 這樣子 零食怪獸 真的太恐怖了 有沒有那麼討厭的姊姊 為什麼自己都不買零食 一直吃我的 但這個我也是吃了蠻快的 因為 魔獄賞這種東西 就是 很順口 就是 但是 一次 一次沒辦法只吃一包耶 至少要吃兩包 超棒的 好吃 愛吃辣的你就會喜歡 我姐姐會請我吃東西 會喝飲料嗎 沒有 從來沒有 從來沒有 但是他會 比如說 那個東西很難吃 因為我不只買魔獄賞 我還買了什麼魚豆腐 然後他就 魚豆腐我想吃我想吃 然後吃了一口 我不喜歡 魚漿製品 給你吃 就是 他會 就是不好吃 吃了一口就給你這樣 所以就是我是吃他的廚餘 他剩下的 你看這種姊姊 不要聊奶奶這個壞女人 已經不愛奶奶了 為什麼 因為我上次直播 講到奶奶哭哭嗎 奶奶真的 那個 他的個性真的很 很差 他的個性真的很差 退奶奶坑了 你們現在才知道奶奶的真面目 明明不喜歡魚漿還吃 就是他可能 魚豆腐他會 不太清楚是怎麼樣的東西 就好奇吧 結果吃了之後發現口感就是跟一般那種火鍋料 魚漿做的火鍋料很像 然後他就說不吃了 對啊 奇怪 奶奶的分數也還越低 奶奶真的不行 開始 開啟對奶奶炮轟模式 不是 因為奶奶今天也沒回家 我們可以多講一點他的壞話 明天就不行 禮拜五就不行了 禮拜五奶奶就回家了 哈囉 TT晚安 奶奶只有在爺爺面前是好的吧 我想應該是 對就是 因為我之前 之前偶爾會跟他們一起出去當電燈泡 然後他們一起出去的時候 我就發現哇賽 奶奶怎麼那麼大方 就是 他平常是那種 就是 十塊錢的 十塊錢的東西都要跟我計較的那一種 就比如說我吃了 他一個布丁 十塊錢布丁他就說你要給我十塊這樣 可是他平常吃我的我都沒跟他要錢 然後 好 然後反正就是跟爺爺奶奶一起出去的時候 然後就可能我們 我們去 買東西 買飲料 然後奶奶就說 我請你們這樣 就是請我跟爺爺 然後我就 怎麼可能 第一次聽到奶奶說請 請這個字請 請我們 請我嗎 請我 從來這輩子沒有聽過他說請我 我突然又好想哭喔 好就是 對啊 他真的是 只有在爺爺面前才 就是 裝模作樣欸 這個 做作的女人 我這樣講他是不是不好 反正就是 好啦我覺得 是不是女生都會這樣 在 在喜歡的人面前會比較 比較怎麼樣 比較 比較 這叫什麼啊 比較 比較 女人一點嗎 我不知道欸 我不知道為什麼會這樣子 可是至少我 我對大家 跟 對 對 成員 對 家人都是 都是這樣子的 嗯 應該要說 我有一 比較不一樣的地方 就是 在粉絲面前 我還是比較 就是 比較 緊一點吧 就是 因為我平常真的很 我平常真的很白痴 我平常真的太白痴了 所以我 就 就是 直播的時候我可能會 就是 比較 收斂一點點 我平常有 一點強 謝謝 謝謝 阿牛帶你去流浪 謝謝 坤坤的 Kiss珠珠 因為只有 男人會在 喜歡的人面前 做這種事情 男的女生 都一樣吧 可是 也不是每個人都這樣吧 也是有 比較 比較 表裡如一的人 覺得我很放肥了 哈 你們是沒有看過我 我Kiss的一面喔 你以為 直播這樣叫Kiss了嗎 我平常 不行 我要不能 不能這麼早 把我的底都告訴你們 平常這樣還不是 完全是 不要 不要說這個了 不要說這個了 就是 不想要太 我不想要太Kiss 不然我怕你們被我嚇跑 但是 基本上就是一個 100%跟 可能80%的Kiss的差別吧 想看平常的樣子 我平常的樣子 但我現在自己 我有一點害羞 有時候奶奶在的時候 會不小心激發我 那個 平常的樣子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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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aze的 公演題目 可以考慮問這個 問什麼 網路上看到說結婚前 覺得女生很好 結婚後 女生都在沙發上躺著 這不就奶奶嗎 這不就奶奶嗎 沙發 我不知道 如果我們家有個軟一點的沙發 我可能會 躺在沙發上 不知道 謝謝小紅的LOVE 那 你們 好癢 我是被蠢蠢尿了嗎 今天為什麼突然害羞 我有嗎 我有害羞嗎 有沒有結婚都會躺著 奶奶現在就已經是躺著的狀態啦 躺著也中槍 其他成員沒看過更ㄎㄧㄤ的Mina嗎 沒有 因為我平常這樣他們都已經快受不了 我不敢 我不敢百分之百的ㄎㄧㄤ 因為我怕我被排擠 為了爺爺好 請在 他們決定結婚時間要真相告訴爺爺 其實我有在暗示 我有在暗示 我有在暗示 爺爺 其實 其實知道啦 其實爺爺知道 因為 因為 奶奶在爺爺家的時候 就已經是這種 軟爛的狀態 他們還會拍給我看 他們還會拍給我看 就說 在爺爺家好舒服 打電動什麼 就是宅的樣子 所以我相信爺爺是 就是很清楚奶奶 就是很愛躺的這一點 但其他的部分 我就不確定有沒有知道了這樣子 不要暗示讓奶奶快點嫁出去 好壞喔 結果爺爺在看直播 爺爺怎麼可能看我的直播啊 消防沒有那麼鹹的好不好 好啦 那我差不多 要來煮晚餐 沒有很餓 可能是因為 剛剛吃完點心就睡覺了 所以 現在還沒有很餓 爺爺跑了還有奶粉 蛤 這裡什麼 還有奶粉嗎 我都把奶奶講成這樣 這裡還有奶粉 你們看清楚這個世界好不好 好 爺爺跟Mina一樣角色 我知道爺爺是負責吃廚餘的 這樣講是不是不好 就是我們一起出去吃飯的時候啊 就是奶奶的胃口會很小 就是吃一點點 然後就 就說給你吃 然後爺爺就會把它都吃完 然後我想說 哇賽 奶奶的胃口什麼時候那麼小 就明明他在家裡的時候 他那個飯可以吃兩碗三碗 然後出去的時候 他在吃飯碗 然後他就說給爺爺吃 然後我想說 他明明就飯頭 他最好吃那麼少啦 希望爺爺不要看直播 好啦應該是不會 對啊 反正就 因為爺爺的飯量比較大 奶奶可能就想少吃一點給他吧 但是也就是 就是 就是廚餘的概念啦 不是跟我差不多 吃不下兒給你 就不好吃給你 這樣子 但是我沒有 我沒有拆穿奶奶 因為我想說 他可能就是 因為爺爺 男生比較高 可能飯量比較大 所以 他可能就是想要爺爺多吃一點吧 所以我就想說 不要拆穿他 戀愛的女生都這樣 我不會啊 我吃飯我已經 飯我不行啊 我不是很喜歡吃飯 但如果是 其他吃火鍋 小火鍋 或者是什麼 嗯 麵類的 就是我 我會盡量吃完啦 飯的話我真的比較困難 因為吃東西很幸福 有的吃一湯匙就喊吃飽了 真的有這種嗎 太誇張了吧 在電視上有看過啦 現實應該沒有吧 吃一口就飽了 這是多小鳥味 甜點吃到飽 我喜歡 我喜歡 我很久以前有去吃過一次 可是現在都 現在要等疫情好 才能出去吃飯了 甜點吃到飽 超幸福的 好想吃喔 我不可以 我不可以哭 好想吃喔 就很想念在外面 就是你知道 像疫情前 大家就是 開開心心在外面 吃飯的日子 千層蛋糕 是多喜歡千層蛋糕 只要是甜點 我都喜歡 謝謝 切米 的小雞 蹦蹦 好想吃甜點 對啊 而且叫外送也很 就是很難叫甜點啊 我看到有人就是 生日慶生 然後 就外送蛋糕 結果蛋糕來的時候 就 就宅配到家的時候 已經就是 面目全非了 然後就覺得 哇 真的是 蠻慘的 好好一個生日 收到這樣子的蛋糕 但是 但是外送也 也是 也是很辛苦 跑來跑去 有時候可能 就不小心撞到 或什麼 謝謝Akia的 帶你去流浪 只能自己動手做了 生日啊 我覺得如果現在生日 就是 叫一頓 就點個外送吧 炸雞什麼 披薩什麼的 都好 好 這種時期不要買造型蛋糕 真的太危險 你收到都不知道 是什麼樣子 謝謝CKU的溫手禮 外送也有雪花冰的嗎 那送到都融化了吧 外送人風雨無阻 真的好辛苦喔 寶寶晚安 好 對我們要趕快來煮晚餐了 不然我們要播到9點了 我們現在來煮晚餐 我想要吃 湯麵 那今天我們下次再吃 那個太飽了 我今天沒有很餓 披薩還蠻不錯的 雪花糖 不是 雪花冰不會變雪花糖 它只會變一湯 一湯糖水 一碗糖水 那就到9點了 不行 我會累數啊 我們趕快來煮 前面聊太久了 一湯糖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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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要煮那個 這個 綠色的 這個我 上次有煮過一次的 很好吃喔 這個是 清明 牛肉 風味湯麵 綠色包裝的 這個 這個 很好吃耶 可惜我們沒有牛肉 牛肉風味可以啦 夏通晚安 雙馬尾 因為太熱了 然後剛剛 才睡醒 來不及整理頭髮 來不及整理頭髮的時候 雙馬尾最快了 綁起來就好 謝謝蘿莉娘的啾啾牛 吃飽了嗎 你們沒有吃過這個口味喔 這個很好吃 應該多買一點的 謝謝熊熊的搓搓搓你 欸 我現在這樣好熱喔 因為 我的後面一直有熱氣啦 我現在後面超熱的 有機會買看看 我覺得他的 總共幾種口味 總共有四種口味 三個乾的 一個 湯的 我覺得都很好吃 其他的我都煮過了 吃一包就會飽了 對啊 啊 我要去洗一點青菜 這樣才營養均衡 我剛剛忘記洗了 你們要等我嗎 我去洗個青菜 我去洗個青菜好了 順便去搬電風場 好 我先搬電風場 我現在脖子後面好了 我去洗了 這個是地瓜葉 挑幾片來洗 什么东西很像 零食箱好爱心 因为我超爱吃零食 很快不在水很快就滚了 我现在这个像我家里的老妈妈 在凹那个地瓜叶 一瓜叶好吃 挑菜中 这个上面要拔掉不然咬不了 米娜最喜欢吃什么零食 零食我都蛮喜欢 小朋友有不爱吃的零食吗 会不会太多 第一关要去煮完一点 这样就够了 一小盆 那我快快快快快洗好 过来等我哦 还有蛋 加个蛋吧 哎呦 哎呦 等一下 它好像滚了 等一下哦 我们先丢面 我们先丢面 然后等面的时候 我们再去洗吧 我刚才不小心把 那个冰箱上粘的东西撞下来 今天的水没有放个很多 好 快快快把握时间了 我马上去洗菜等我 在那里 赶紧 赶紧 肉更健康 可是來不及退冰了 因為我睡著了 所以就這樣吧 謝謝紅包 蛋也洗了對 看得到嗎 可以 那我們現在先 先 先打個蛋杯 因為蛋比較 熟的比較慢 我們先打蛋 然後再加這個粉包 Mina煮飯的時候 很常說快快快 因為 要一邊固執 不過一邊 一邊 煮東西很 很 看 就是很難一心二用 你知道嗎 就會很慌張 但是又不想要面煮的太久 煮菜就是要快 然後一包這個油 好想要用剪刀喔 我需要剪刀 等一下 等一下 先把菜丟下去 我去拿剪刀 去拿剪刀 你看 我就說直播主 真的是超 超級 慌張 超級慌張 因為 要什麼 沒什麼 你知道嗎 因為直播 就固定在這裡 好 好的 差不多了 差不多了 然後呢 你看這個包裝上是有畫 是有畫 小番茄的時候 我們加一點小番茄 進去 什麼蝦蠻 我是認真在煮晚餐的 什麼蝦蠻 丟三顆夠了 因為你們看 包裝上是有這個番茄的 所以我們丟一些番茄進去 OK 等著開吃了 小番茄都有 有啊 但是很結局 一天只能吃五顆 我們丟三顆就好 另外兩個當水果 小番茄 放後水果這兩顆 我洗了五顆 差不多可以了 差不多可以了 那我們要 移過去那邊吃吧 要還原包裝 可是我們沒有牛肉 沒有牛肉 牛肉太貴了 吃不起 配額只有五顆嗎 因為 因為現在真的很難買到蔬菜跟水果啊 那青菜也是不能一次煮太多 三顆感覺好慘 不會啦 每天有吃到水果就不錯了 這樣才能減少出門的次數啊 好 那我們先 我們先移架過去吧 在這裡沒有桌子可以吃飯 加蛋了 加蛋了 都好了 我們現在移過去 我先 我先 我先關個電風箱 我們先過去 再扳桌子 都流汗了 我 等一下 回來了 回來了 我們的 熟悉的 熟悉的 沙發 喔 可是這個椅子比較低 我的桃子是一半 我們下來一點 OK 中癮晚安 終癮晚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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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現在先去搬我的桌子過來 然後我們一起吃飯 結果你們都吃飽了 都快八點了 等我一下 好 好 電鈴 沒事 奶奶今天 奶奶今天 奶奶今天不會回家的 所以 不會有電鈴的問題 除非他騙我 我們小粉紅 燈燈 我們把麵拿過來 開始 試壽後 我們先來拌櫻 手 也要 我們先去 很正式 灯倒了 奶奶被趕出家 我哪有這麼大的權力 直播中煮飯工程浩達 真的 因為我們只有一台機器 不然你看人家外面做料理的那種實況 他們都一次多機欸 感覺好大一鍋 有嗎 這一包很小欸 我們來放音樂吧 吃飯配音樂 湯被吸乾了 對啊 我要趕快吃欸 我要趕快吃欸 趕快嚼嚼 有啦 還是有湯 還是有湯的 因為我上次煮的時候啊 放太多水了 然後味道比較淡 所以這次就 這次就 放比較少 變乾麵了 有辣 有湯 在底下 因為這個碗啊 這個碗看不太到 湯還是蠻多的 看看喔 有辣 有湯 那我們趕快開吃吧 這配色還是可以的吧 你看有 有番茄的紅跟 蔬菜的綠 配厭世的歌 這隨機放的啊 呵呵 那麼開吃喔 いただきます いただきます 很違和 那你們覺得吃飯要放什麼音樂 那你們覺得吃飯要配什麼音樂嗎 難道一定要那個嗎 黃金傳說嗎 很像你今天晚餐 你晚餐也吃泡麵是不是 對 這個是 青檸牛肉風味的麵 拍這個感覺會吃不起來 會嗎 但我本來就是個怪的 你知道我 我以前很喜歡刺繡 我都常常是 聽 重金屬配刺繡 奶奶覺得我很怪 好看這湯會不會太鹹 不會剛剛好 這樣能靜下來嗎 可以啊 就是聽樂跟我做的事 是沒有任何衝突的 可是我最近很少刺繡 因為最近比較沉迷 吉他 所以 就覺得刺繡有一點浪費時間 我還有買很多的那個布跟針線 但是我想說等我以後 如果懷孕的時候 會不會想太遠 懷孕的時候再來刺繡 搖滾樂配電繪 搖滾樂就可以 提神啊 如果你刺繡又配那個很安靜的音樂 我會 想睡覺 想太遠了 不是 因為那個刺繡我都買了 你知道那些工具我都買了 不繡很可惜啊 可是 我現在又覺得繡那個很浪費時間 我想要先練琴 所以我想說等以後 懷孕行動不變的時候 不是蠻適合的嗎 說不定懷孕的時候也不會刺繡 結果懷孕的時候 我就學了別的樂器 鋼琴之類的 我要刺一條自己的推金嗎 可是刺繡刺推金 好怪喔 刺繡比較 不是毛線的那種 你們知道嗎 刺繡的那個底 是那種 比較偏硬的東西 有一種是比較硬的材質 不然就是那種 一塊布的那種 你要做 自己的推金那種 有點困難 感覺懷孕也會到處爬爬照 看到時候狀況怎麼樣吧 我也不知道 我懷孕還要很久好不好 我只是 覺得那個 刺繡不吃浪費 對 十字秀 對 十字秀 我喜歡十字秀 不錯喔 有記得 如果是用一個MINA的話 那種秀完可以 掛在自己家 TP沒有出個人推金 所以營運建議一下 以後搞不好就出了 我用手秀的話 太沒有效率了吧 那秀了一個月 然後只有一條 那那條還不得賣個 兩三萬 花那麼多時間 而且MINA可能就只是 秀得出 我覺得三條極限了 很累耶 太好工了 可是你們知道 十字秀秀好 其實 真的蠻貴的 因為以前我們有一個 有一個親戚 他也很喜歡 十字秀 他就是懷孕的時候 他秀了一幅清明上河圖 然後 然後 他秀完之後 賣掉好像賣了幾十萬耶 超猛的 然後他們自己家裡面 也有掛一幅很大的十字秀 是馬的 我就看那個親戚這樣 我才想說 懷孕的時候還蠻適合刺秀 這是怡親陽性 可能我懷孕的時候 我就小孩不喜歡聽搖滾圓 我可能一放搖滾圓 然後就在肚子裡面很嗨 所以我就需要刺秀 讓我整個人純淨下來這樣 但是十字秀 因為其實十字秀 外面賣的十字秀 他其實都有幫你配好線 跟 他會 現在很聰明 他可以直接用 電腦印原料 在那個 布上面 然後你就照著那個秀就可以 只是花時間跟耐心 然後你秀完之後 過個水 他的那個顏色就會掉了 我刺秀還是聽搖滾圓 可能我可以 可能到時候聽別的嘛 沒有說刺秀一定要配搖滾圓 就是只是比較嗨而已 會在肚子裡很嗨的孩子還是很嗨 欸 在肚子裡很嗨的小孩出生之後 是不是 反而就不嗨了啊 但沒有看到 但變成蛋花了吧 但變成蛋花了吧 有啦有一塊比較 大塊的 有啦 湯真的被洗乾了 可是這樣子吃的 比較沒那麼燙 樂觀一點 你害怕幸福 冷戰一秒就蹦蹦 我覺得這個印尼的麵 很適合夏天吃 因為就很開胃 我想要的那天天空 你是不是能夠給我 你說我給你太多 卻不能給我什麼 吃泡麵很可憐 吃泡麵很可憐 吃泡麵有什麼好可憐的 現在是非常時期耶 應該大家 我是平常不吃泡麵的 我最近也開始吃 我最近也開始吃 出去很危險啊 你看泡麵自己加 一些料也是可以煮得很風扇啊 你看看 有 有 茄紅素 然後蔬菜 纖維 蛋白質 多麼健康 說吃泡麵很可憐的人也太 好 我不能 不能那麼壞 對 反正不可憐 有茄子 有茄子 就很難出去買青菜 我就沒看到茄子了 沒有 覺得說泡麵很可憐 等一下 要喜福一點 好不好 真的 喜福一點 最好你這輩子都沒吃過泡麵 我不可以 我不可以那麼嗆 我不可以那麼嗆 反正要喜福一點 我 好 我必須說我不喜歡別人說我很可憐 因為 我並不可憐呢 就是 就是 我算是很知足的人 很喜福的人 就是 即便我們家不是很富有 但是 我自己不覺得我可憐 別人就沒有資格說我可憐 因為你覺得你自己可憐 你自己才會可憐 我又亂認真了是不是 但是我不喜歡 看到別人說我可憐 這句話 所以我有一點 可能有 就是 對 自己不覺得自己可憐就不可憐 而且 吃泡麵就是因為 應該是非常時期 OK 玩笑話 有點笑不出來 就是希望大家都能更欣賦一點 有東西吃就很不錯了 不然推薦你們去看 那個 菲哥與他的土地喉沙蕾的視頻 你會看到 在非洲他們吃個泡麵都 那麼的幸福 你才會覺得自己 過的其實是很幸福的 過的其實是很幸福的 小番茄 小番茄很珍貴耶 大家知道吧 小番茄喜歡把好吃的東西留在後面 他們最近把排骨煮爛了 然後我看 是最新的 我最近看那個非洲的影片 然後 我看了之後 我覺得 我覺得我 我之前一直不知道非洲人講的是法文 你們知道嗎 我以為就是 非洲有他們自己當地的話 結果 後來看留言我才知道 欸 那非洲講的是 講的是法文耶 突然很後悔 其實以前沒有學法文 不過我真的看了影片之後 我就覺得我好想要學法文 以前是法國子民 好像是喔 我很想要學法文耶 可是我想要等 35歲以後 又開始規劃自己的中年生活了 就我覺得 嗯 看著人家有能力啊 可以去幫助那些 偏鄉的小孩子 而且 反正非洲那邊的教育 真的是 真的是不太行 然後我就在想 如果我以後 有能力 我自己要先賺夠錢 然後我有能力可以 去那邊教他們 然後 等會兒就好了 可是我現在自己也沒有顧好 所以 我覺得35應該是一個 至少我有一點存款 吧 就是35的時候 我開始學法文 我比較有點存款 有時間去學 另外的一種語言 然後 我去那邊就可以教他們 數學 數學也好 因為教他們只要簡單的嘛 大家不要聽到數學就笑 或是 就是看能教他們什麼吧 然後 如果我會棒 就可以教他們 就覺得我好想 好想去非洲喔 怎麼忽然要哭了 因為我就想到 那些非洲的小孩 我就覺得 就很想要幫他們 可是 自己又沒有什麼 能力 可以 就是沒有辦法像非洲那麼棒 可以 就可以 就可以 任乾兒子領養他們 然後 給他們買吃的什麼什麼的 就覺得 就是也很想要幫助別人 可是 自己都顧不好了 等一下我為什麼吃個飯那麼感傷 然後 學會中文就很吃小 所以我如果學會法文的話 我可以去那邊教他們 中文 也不錯 我贏了 我在跟誰比賽 沒有人在比賽 但就覺得 真的好想 好想做點什麼 就是 沒有錢的話也很像 如果我會法文的話 去那裡就是可以 做個異教什麼 就是 有錢出去有力出力嗎 就出點力 英文也可以說 他們都沒有教育 他們 怎麼聽得懂英文 語言教學不容易 就是35歲以後再說吧 我現在真的自己都 自己都養不活了 有沒有養不活了 大家就是 真的要先顧好自己 才有辦法做其他的事情 因為我 我記得我以前有去馬來西亞 也是當 去那邊的偏鄉 當 異教 學校大家一起去的 然後 其實我發現馬來西亞那邊的偏鄉小朋友 其實 就是學習的環境 並沒有想像中那麼差 就是跟非洲的 比起來 我再看一下馬來西亞的小朋友 就覺得非洲的真的是更 更加的落後 就覺得 好想要幫他們 他們真的是缺一個學習的機會 對啊 因為我看那邊的影片我就覺得 就是 你們到非洲那邊的老師 就是 有時候他們去上學 然後就說 老師沒來 就是 老師愛教不教的 就覺得 這樣真的很 就也許有的小孩 是真的是很 很 學習的 但是卻因為這樣子被耽誤 真的是蠻可惜的 是 剛剛Bob不是Dy想說 對我怎麼突然就講到這個了 我怎麼突然就講到這個了 反正就是 就是 對啊 好想 很想要做點什麼 好想要做 非洲有不 不少官方語言是 普文跟西文 喔真的喔 那我各個語言都得學好了 從泡麵洗浮開始 真的 就講美了 從一碗泡麵 講到非洲去了 其實台灣的偏鄉也是 又可以也蠻想去幫忙的 我們交個偏鄉的小朋友 彈吉他之類的 但是前提都是我要先 自己顧好自己 想做的事情很多 但是 能力又有限 這就是現實的依奈 交地理 不要啦 不要啦 還有很多特殊生是需要幫忙的 喔其實我 但是我 我前陣子 疫情 在疫情還沒有大爆發的時候 我其實也會去做 志工 但是 現在疫情爆發以後 就是 連做志工這些都 都很困難 所以覺得還是希望 希望疫情趕快結束 我覺得做志工 就是有一個很大的好處就是 可以 所以 就是可以 見識到 世界上更多的人 吧 然後 聽他們的故事 像我 我之前有去服務一個 老奶奶 就是 那個奶奶她其實 之前是在 是在 國立大學教書的 好像是在師範大學教書的 然後 她現在老了 當然就是 退休之後 然後也是沒有什麼人陪她 這樣子 然後那次 那次就是陪她 陪老人家一起出去 然後她就 跟我講很多她以前的故事 什麼什麼 然後我就覺得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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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聽他們的故事 你會覺得 就是你覺得 從中也有學習到東西 這樣子 我不知道我很感興 跟我做志工有沒有關係 那我就很喜歡做志工 那我就覺得 就是很想要幫助別人 沒有錢 那就可以 盡自己的一點 力量 有時候老人家其實是缺一個交換 對啊 我那時候去做志工 我媽媽看到還 就是還不高興 她就說 我這個老人家 一個人在澳門 你們在台灣都沒有要養我 我以後老人什麼什麼 然後她就自己在那邊悲從中 啊這不是啊 她就 她就在澳門 我就在台灣 然後她就說 你看你 你都不顧你媽媽 老人家了 然後 然後還去做志工 然後她就不高興耶 我真的是 我真的是 我過年這樣明明就可以 我就會回去 媽媽在那邊亂感傷 真的 笑死我 那不是開玩笑嗎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她是不是開玩笑 但是 媽媽也 媽媽跟我都是那種很感性的人 其實就是 以前小時候我們 就是 一家人一起吃飯 然後看電視 然後有時候會看到一些 比較感人的社會新聞 然後看的時候就忍不住哭了 然後我哭了之後 轉過去看我媽 然後我媽 我媽哭的 也是稀哩花啦 然後在那邊 擦眼淚 然後我就覺得很好笑 然後 然後我姐跟我爸就是 就是 淡定的 然後我跟我媽就是 兩個人在那邊哭 然後就 你們不覺得很感動嗎 然後我爸還會說 神經 然後 就很反差 我覺得我就像到媽媽了 我真的 我跟我媽很像 就是比較 比較 心比較軟 她真的不覺得那些社會新聞 每次看到就很想哭嗎 然後包括最近疫情 然後我也是看了那個 看到有一個好像90多歲的伯伯 然後他就得了新冠 然後他就 就是家人也沒有辦法去探望他 因為疫情的關係 然後他就一直 在醫院的時候一直很自責 就說 啊 對不起我害了大家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看到那些 他就一直很自責 然後 就是害他們也要隔離 有那個風險什麼 然後甚至連他的最後面就是 就是叫那個護士小姐用 用手機拍然後傳過去 就是 不能當面見到親人 然後我就覺得 超難過的 然後那個護士也是講到都 講到也是 也是犯累這樣子 然後我就覺得 我果然不能 我以前小時候還想當護士 我根本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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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天到晚看到那些生病的 病人我都想哭了 我要怎麼做好我的工作 所以我就覺得 我就覺得 我真的 我真的沒辦法耶 我覺得醫護人員 真的都很辛苦 我不行 我太愛哭了 我沒辦法 我沒辦法當醫護人員 連人家藏的都是淚水 是從這裡流出來的嗎 唉唷 真是 我真的好容易被感動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唉唷 麵真的 這麵真的 真的沒有湯了啦 沒有沒有湯啊 你快吃乾麵 沒事這乾麵也是蠻好吃的 西服好不好各位 西服 乾掉也好吃 我哭一哭是不是 哭一哭眼淚下去加湯 沒吃的還是可以吃的 哭是為了加水 他們加點鹽 他們加點鹽 還有人現在還在吃飯嗎 我說 我剛剛問大家說幾點吃飯 然後有人說七點 有人說八點 我從七點下到八點 年紀變得累點越低 好像 我不知道耶 但我小時候也蠻愛哭的 小時候哭是那種被奶奶欺負哭 長大的話是很容易變得感性 嗯 為了等我十七點吃 然後都吃完了 甜麵聊太久了 有 誒話說這牛肉風味怎麼 沒吃到一點牛的味道 年紀他哭的點變沉重 不知道耶 但我真的就是小時候就是 比較感性的 懷孕生完小孩會不會哭得比小孩大 應該是開心吧 我不知道耶 看到小孩應該會開心吧 我很喜歡小孩子 藍芦煎口味的羊魚片也沒有藍芦煎的味道 我都不知道藍芦煎是什麼味道了 可是就會覺得那個藍芦煎 藍芦煎的 藍芦煎就是那個味道 那個就是藍芦煎 好神奇喔 你就一直看著包裝寫藍芦煎 然後你吃久你就覺得 嗯 藍芦煎就是這個味道耶 你紅肉比較貴給的粉比較少 只是粉而已 麵太碰粉 只是粉而已還哪有差 原來這邊沒有看著包裝耶 但是一包十塊錢還是很可以的耶 你看 拿那麼多 拿那麼多 心中有牛肉就有牛肉 心中有Mina就有 就有愛 HELLO熊妹 熊妹晚安 熊妹來找個碗 Mina吃飯吃了半個多小時 還沒吃完 熊妹每次來我都在吃東西 看起來很大一鍋 看起來很大一鍋 其實不多啦 只是麵發起來看起來多 熊妹不是有一首招牌歌叫什麼來著 每次就看熊妹的直播 她都在放那一首歌 看起來很大一鍋 麵 熊妹看起來就很多 這個我吃得完 好吃 我還有禁錮我小時候這樣的麵都吃不完 我小時候這樣的麵都吃不完 熊妹是不是跑了 熊妹不是來解任務的 我去跑直播間都是在解任務 大家其實如果看到我出現在直播間 不用特別打高呼沒關係啦 我就是解個任務欸 我吃到完 而且我覺得讓現在的那個改版之後比較好 就是 讓以前是簽到的時候一定會 帶你進隨便一個直播間 然後我有時候就會被帶到不認識的直播主的直播間 然後一進去她就說歡迎潘子儀 然後我就覺得好尷尬 就是一般人在直播間不太會用本名吧 所以我就 我就叫Mina 然後我被叫出全名潘子儀的時候 我就覺得好尷尬 OMG 不要叫我潘子儀欸 可是她最近改版 她最近改版是 對你領取那個簽到裡 她不會 不會讓你進別人的直播間 就是領完就沒了 我覺得這樣比較好 幫我這個不要改掉 真的 不過很尷尬 每次都進到不認識的直播間 然後在那邊 潘子儀歡迎潘子儀 Mina主播很熱情打仗 不是不要念到了 名字都只是解個任務而已好不好 聊天室還沒出來就趕快跑走 喔 是嗎 可是我怎麼一進去她就顯示了 然後我每次都覺得超尷尬 超恐怖的 可以先打她去認識的人 用任務前問 喔對我後來才知道可以這樣子 可是我之前都常常被倒到不認識的直播間 然後我就覺得超尷尬 就被不認識的人念名字很尷尬欸 我不拍ynth了 你眼睛轉為悔悔悔悔利 這麼好 跟 palms哨尬 我也是進去簽到好就馬上出來 我覺得被唸到名字太尷尬了 丟個筆心 不行啦丟個筆心他不是 要謝謝潘志儀的筆心 那很尷尬啊 我的禮物要留給送成員啊 他不會記得名字 是沒錯可是 他唸出來其他人會聽到 而且我有時候進去我就看到 我就看到你們欸 就是 你們是平常也在解任務輸入 我有時候進去的時候就看到很多 有可能現在在直播間的 你們或者是其他 AKB的粉絲 但是 真的我有時候就看到隨時隨機 然後想說 應該也是不小心被倒進來簽到了吧 然後他如果唸出 歡迎潘志儀就覺得好尷尬 就是他比我晚進來 他不會看到 我進入直播間對不對 可是他唸出來之後 那個粉絲就 喔 Mina也在 然後我就覺得好尷尬 也有可能是搶紅包 有可能 但我 你們可以看其他人直播沒關係 但我很尷尬耶 我是 我是直播主耶 我是沒有 為什麼要被念名字 我是很認真他解任務的好不好 哎呦 想紅包都會看 一堆TP粉絲 謝謝你們 我有時候半夜的時候想說 過了12點來簽到一下好了 有時候可能一點多睡覺前想說來簽到一下 怕第二天忘記 然後就去簽到 然後一點多就看還有TP粉絲在搶紅包 然後我就想說 好尷尬 他能看到我會想說 那有什麼一點還不睡覺 有的主播知道TP 是因為那個嗎 讓LIVE心潮之夜 所以知道我們 起床第一件事就是簽到 我都是半夜過12點就先去簽到 因為我第二天一定會忘記 我早上就不會記得了 你們真辛苦 這樣花錢然後丟給我們 好感動 你們真辛苦喔 教你怎麼玩啊 你們會不會 玩一玩 變成其他主播的粉絲 就不來看MINA啦 不可以這樣喔 都沒有很冷冷在簽到 可是簽到7次會有送比較多浪花跟金幣欸 有時候還有禮物碎片 可以換 可以換500浪花 520浪花的東西 就沒事就點一點 這樣有賺 有點有賺 對啊 紅包 紅包 紅包我都搶不到欸 那些大祖父的台那個紅包都搶不到的 紅包 圈到圈到我就是牽到完就走欸 有時候會幫忙點個讚 職業讓人 謝謝蘿莉郎的紅包 但我覺得我搶到機會不大 因為我剛才吃飯太晚才發現 果然 沒關係讓你們搶 我覺得我吃這個麵 它真的吸乾那個 真好可愛 好可愛 好可愛 那個那個那個 那個船會飛欸 好酷喔 好可愛喔 丹菇節快樂 丹菇節什麼時候 丹菇節什麼時候 丹菇節是 今天是禮拜三 丹菇節是 這禮拜嗎 是這禮拜嗎 對 龍舟飛上天欸 好酷喔 很像航海王裡面 那個那個什麼船會飛上去欸 丹菇節是星期一喔 我覺得 我覺得現在疫情還蠻適合過短午節的 因為 因為短午節就 以前媽媽都會 包粽子 然後就一直吃粽子 粽子的蠻耐飯的 我們家都會吃 一兩個月的粽子 對 飛上空島 對 牽羊號 沖啊沖啊 東漫看太多了 我真的很久沒有看動漫了其實 已經開始吃粽子了 我們家都還沒有買 兩個月有點可怕 不是 因為你不會想要每天吃粽子啊 會膩啊 所以就 反正粽子蠻耐放的 就會 可能 三四天才吃一個 市場賣粽子的沒差 去 賣場欸 賣場外送可以 外送都有粽子 算貴的 我們都會到冷凍庫 就是得到永久的成好 真的掉冷凍庫 可以放很久啊 中午節三餐都吃粽子 但是因為我消化腸胃比較不好 沒有辦法三餐都吃粽子 最好是午餐吃啦 就慢慢消化完 晚餐吃也不太容易消化 我今天 我沒有不舒服啦 我沒有不舒服 我只是去看醫生 但是我沒有不舒服 我需要看醫生 但是沒有不舒服 對 我們不舒服 我們不舒服 快吃晚餐 好飽喔 真的 去年端午節點外送粽子 對呀 但是現在的話外送也很難叫 因為大家都在叫外送 所以今年不知道買不買得到粽子 該吃芒果了 好好的 我也想吃芒果 可是芒果容易過敏 我不太敢吃 謝謝芒芒的豬豬油 小番茄是故意最後吃嗎 對呀 番茄很珍貴耶 只有五顆而已耶 不是 裡面只有三顆而已 好吃的要留最後一隻 沒有肉 小番茄在裡面是最珍貴的 謝謝芒芒的帶你去流浪 但我覺得端午節也沒有 一定要吃粽子啊 反正現在過年過節氣氛也沒那麼 濃烈 就算不是端午節也可以吃粽子 是吧 最後一口 有 而且重點的粽子起手 那個粽子長得好噁心喔 它怎麼有臉呢 還沒有完食 我以為最後一口就還有 終於喝得到湯了 最後的兩個小番茄 快點在這裡 有臉錯了嗎 她的臉很奇怪耶 她還有手耶 好怪喔 這個是真的最後一個的 最後一口 最後一口 我要開動 吃完了 吃完了 國旗收山麥德士大 好吃 這什麼 大樁豬骨 我覺得打鼓的粽子比較可愛 打鼓的可愛喔 吃飽了 桌子收起來 還要喝水 還有水 順利在8點半吃完了 太棒了 謝謝太空的告白祈求 我要補一下下 補一下下唇膏 都吃沒了 這樣子不可愛 等一下我去擦一下子吧 謝謝Kiwi的掌聲鼓勵 好可愛 我來換這個 謝謝Akia的帶你去流浪 嘟嘴插 嘟嘴插 嘟嘴沒辦法插啦 很喜歡 這個是我 現在第二喜歡的唇膏 因為他 他插起來 嘴唇看起來亮亮的 我很喜歡 嘴唇 這超好看的 B喜歡是那個 偶像的桃紅色 這個是比較自然 謝謝 Kiss珠珠 謝謝 謝謝 謝謝太口還有出風的Kiss珠珠 謝謝Kiwi 謝謝 翼城 我剛剛有玩五分鐘開台 謝謝圖詩集的熊抱 你 好可愛 一直卡住 一直卡住 還可以再跟大家聊五分鐘 謝謝孝閒的Kiss珠珠 大家要再跟我聊五分鐘 還是想要聽歌 一直在回放 蛤 為什麼 那這樣是不是不適合唱歌 太卡了 有人是順的 有人是卡的 嗯 多謝喔 你們上次叫我練 阿伯商的歌 我練好了 兩首 今天應該只夠唱一首 下一次可以再唱另一首 謝謝志弘的 仗子騎手 你們要先聽哪一首 新的那一首還是舊的那一首 香香的奶 好啊 那我先唱舊的好了 下次再唱 下次再唱 下次再唱主愛 等一下喔 要找歌詞 就是 時差提法不方便的地方 就是 就是 常常都沒有歌詞 比較喜歡那一首 兩首都喜歡 那我們來聽 香香的奶 拜拜 出發之前 看著到處的時間 做好了 準備 穿上最美高跟鞋 夕陽面前 今天會成為永遠 站在屬於我的舞台 善良今夜 好奇怪呢 喜愛窩心的感覺 輕輕的跳躍 就飛得更高更遠 美麗的光線 也一定透出心裡面 來來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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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啦了 えっ 最美好的一個 現在要登場了 你將會看見我 辛辛的奶 原花放開 辛辛的奶 早 anc 黑暗 辛 Strength的奶 Shine out tonight Shine shine tonight I'm shiny like that 有没有记个手势 我不会跳得短 就像夜里的花朵 努力盛开在夜空 怕黑的人跟着我 就不让烟火熄灭 继续照亮着黑夜 啦啦你啦啦你啦啦啦啦 最美好的一颗 现在要登场了 你将会看见我 Shine out tonight Shine shine tonight I'm shiny like that solo 这首歌这么可爱的吗 啊我哪有可爱 Shine shine tonight 不再等待 Shine shine tonight 就是现在 Shine shine tonight 想要的爱 Shine shine tonight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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hine out tonight Shine shine tonight Shine shine tonight I'm shiny like that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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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尊尊的圆梦烟火 谢谢志豪 谢谢 Kiwi在赚人 圆梦可爱吗 没有性感吗 没有性感吗 嘿嘿嘿 蛤 圆子族邀请我进行联播 等一下 为什么 为什么他是按到吗 为什么突然 突然 突然要联播 等一下 我先拒绝他 我先拒绝他 是按到吗 诶 难道是他知道我上次梦到他 要吃热狗 他是特地邀请我 等一下 竹竹现在也在直播吗 什么意思 蛤 因为竹竹知道我唱不了 等一下我要关播了 我要关播了 什么东西 竹竹在直播 真的假的 我按 耶 吃什么 我第一次联播 真的假的 好开心哦 我刚才先拒绝 我刚才一阵想说 怎么会这样子 好吧那算了 然后结果大家就跟我说 他说 他说 说你以为我是不小心按到 所以拒绝 我就说 那我再细次看看 他们说 你知道我唱不要生气 所以叫我联播 对啊 好开心哦 是不是这首歌吗 不要生气 不要生气 oh my god 怎么那么可爱啊 生气吃亏 是你自己 我会唱了 我会唱了 那我是这样 不要生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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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气 哎 生气 给魔鬼 留地步 对 然后 不要生气 不要生气 生气 吃亏 的是你自己 吃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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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主你知道我上次做梦梦到你吗 真的假的 我不知道为什么突然 我梦到 你跟我说你突然很想要吃乐狗 然后你就找我一起去买乐狗 然后等一下 那个很好笑 就是我们很赶时间 然后你就拉着我跑去买乐狗 你就没有跟那个服务生说你要乐乐狗 你就直接跟里面的厨师老板 你就说老板我要五条乐狗 然后你点了之后 外面的那个服务生 他就他就帮忙 他就要附送一次 然后他说 哎 你要一份工 哎 你都白 然后 你明明知道你要五条乐狗 可是他听错 他就说 他就副寿的时候就说 哎 要一份工玩妞牌 然后我在梦里就一直狂笑 我想说明明就差那么多 为什么 为什么 他谁听错 妞牌是什么意思 我 工玩妞牌啊 哦 工玩妞牌 哦 他的口音超重的 然后我在梦里就一直笑 然后笑到醒过来 好好笑 超莫名情妙的梦 难过的一件事情 你知道我刚好前几天想要去 便利商店 去便利商店 买那个茶叶蛋跟热狗 真的 真的 然后结果 结果因为现在不是防疫期间吗 算是能卖 热狗了 难怪你要来我的梦里 你要来我的梦里买热狗 我真的还想说 哦 你怎么知道 哦 现实中起来也一直在笑吧 超好笑这个梦 没有手指去了 在梦里 还是爱笑死热狗 不得热狗 那你是刚开直播吗 噩梦 对我刚开 我刚开半个小时 好 我要准备下播了 我要准备下播了 我已经播了一个半小时了 好 那我们一起帮 Tina前辈唱一首歌 我们不要生气了 当下播歌 然后预备开始 你唱 五六七 走 不要生气 不要生气 吃什么魔鬼 生气给魔鬼 水流地步 不要生气 不要生气 生气 吃宽子 是你自己 爱 耶 好的 拜拜 那我再推荐一首歌给你听 什么歌 孩子你是最棒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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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孩子你是最棒 然后再一首好了 再一首 最近我蛮喜欢的一首歌 就是 诶 其实也不是最近 喜欢 大家很害怕 蛋饼之歌 你知道吗 蛋饼之歌 不知道 你可以去听听看 蛮好听的 在返场 期待你的cover 好 我等一下来找看看 好啊好啊 好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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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 回来了 为什么大家这么害怕 没有关掉了吗 诶 为什么还有声音 我关掉了 为什么 那我关咯 好不好 好 拜拜 我来关好不好 没有联播 蛤 不要加疙瘩 你们都听过了是不是 你们都听过了 是啊直接拒绝 真的假的 我直播结束 来听 那我先来念今天的排行榜 我来念今天的排行榜 那我们再来 随机放一首给大家听好了 看会放到什么 哦 哦 Fujikaze的歌 不错 舒服 那我来念榜 今天的第13名是 雨能 谢谢雨能 12名是 孝贤 谢谢孝贤 11名是 熊熊 谢谢熊熊 第10名是 志宏 谢谢志宏 好好的朋友 这个声音 被洗激了 我的心灵 第9名是 正人 第8名是 中影 第7名是 谢谢 第6名是 阿妮 谢谢阿妮 第5名是 阿几拉 谢谢阿几拉 第4名是 恐龙爸爸 谢谢恐龙爸爸 第3名是 土司吉 现在土司吉 第6名是 罗莉郎 谢谢罗莉郎 第1名是 谢谢志尊 谢谢志尊 谢谢 开心 推荐我唱好运来 哇 我又有很多歌要练了 谢谢 下一次直播是 礼拜五晚上9点 我们礼拜五晚上见了喔 按到哪里 好运来又是什么歌啊 为什么你们都听过呢 蛤 11年前 这么久的歌了喔 你们都在听老歌啊最近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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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听 那我先听看看 如果太难 我就 我就帅了 这都是竹竹的歌但蛤 竹竹怎么听 都听这种 这种 很冷门的歌啊 然后你们还都听过 你们还都听过 可是我觉得不要生气还蛮好听的啊 可是我觉得不要生气还蛮好听的啊 听老姐的心情都变好了 他喜欢唱 所以你们平常都 都会去看别的成员直播 不是只看我 我以为你们只有看我 你们都听很多遍 所以你们都很常去看别人 那只看我 那为什么知道 听说 是吗 好吧 好呀 拜拜 我要关步了 拜拜 大家晚安 晚安 出什么 没有啊 生气吃快吃 你自己 没有生气 没有生气 大家晚安 你们不可以这样 你们 用那首歌 那个 那个 威胁我 大家晚安 礼拜五九点见 我要吃快 没有 没有生气 拜拜 谢谢PLUS的LOVE 晚安太空 祝晚安 睡晚安 Kiwi晚安 最终只有1啊 为什么都听过啊 你们 我怀疑 周妙晚安 博弈晚安 博弈晚安 孝贤 谢谢孝贤真情告白 晚安 礼拜五点 拜拜 小红拜拜 阿德拜拜 永圈拜拜 永圈拜拜 瑞容拜拜 正人拜拜 幽姐拜拜 追神拜拜 沙如拜拜 库梅晚安 鸭鸭晚安 知鸿晚安